我们曾经是一对夫妻对吧 对 现在的关系是 现在什么关系都跟他没有了 我是想 我做错了事 我请求他原谅 这次来这里 你别说原谅行吗 想当初你拿着我的钱 跟别的女人跑了 你现在跟我说傅宽 真是不要脸 他什么时候拿着钱 跟别的女人跑了 那那个时候我投钱 给他开垫子 他没用心好好开垫子 然后赚的钱呢 后来我叫去外地工作的时候 我还临时拉了 另外拉了十万块钱给他 他就把这个钱都给花光了 后来我察觉他有别的女人了 那是哪年的事 去年 那你们什么时候离得婚呢 今年 刚刚过完年就离婚了 就是因为你发现 你在外地给他了十万块钱的家用 他跟别的女人爱 不是 不是 这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家进一个超市 当初他外出 你现在别说超市行吗 那个超市都是我花钱给你开的 我看你这么大一个男人 天天窝在家里也没事做 我都用心这么对你 都花钱给你去开垫 刚才那超市 而你呢 刚开始那超市不也有盈利吗 那个盈利 你天天在那个超市里面 做了什么事呢 不就是收点钱吗 每天那个大小事 都是我在给你打理的 好好好好 你这前妻挺厉害啊 确实 说说你那超市吧 就说说你们家那超市 他当时他2012年底 他公司他派他去上海工作去了 那就我一个人守在那店里吧 是 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一个人守在店子里面 你根本就没有心情 在那个店子里面好吧 你家不不家 你就是个没用的男人 你钱不会赚钱 店子也守不住 小孩也不带 那我没在你身边 你就天天就心思 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去了 是吧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销售 现在是单干还是有公司 没有在公司里面干的 就是因为公司 临时把我派去上海 所以我就没在他身边 这段时间大概有多久啊 也就半年多吧 不到一年 分居半年 对 你就出轨了 我不是 当时一个人挺无聊 我就玩一玩网络游戏 你别说无聊好吧 你这么大一个男人 你在家里 你就不会想着孩子呀 想着把我们这个家 做得更好吗 我这不是一时糊涂吗 我这次来 我这是想跟你认错 你别说糊涂 糊不糊涂的 你为了这个女人 你不但把我的钱 都给花光了 你为了这个女人 你还动手打我呢 当时那情况 你别说我想 我看见你 我就真的是很烦 你当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面 那我不该当着亲戚的面说你吗 实在是让我下不了台了 你就这样 你不管什么事 我只要做错 你就是骂完以后还打 你做过什么事情 哪个事情做得好呢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个没用的男人 哎哎哎哎 小静同志 错归错嘛 你让他说说行不行啊 好吧 当初我没开这个小店之前 我也有一份工作 我在好新公司认知 嗯 我当时其实也干得挺不错 跟同事之间正常的工作来往 他也把我说了什么男女关系啊 这里那里啊 那还不算男女关系 那个女的没吃个早饭 你就立马给他去送早饭 感冒了 你就赶紧去给他送药 你对我有这么好过吗 那就是正常的工作来往 那个时候我还为你怀着孩子呢 你要喝凉白开水 我跟你就多加了一点热水 他倒好一杯水 对我脸上一宽 那我要冷开水 你就给我倒冷开水呗 你就这么蠢吗 我反正做什么你都说不好 那本来就是 刚才听那话里的意思是 他还动手打过你是吧 打我是小时候 你不知道 他那时候怀孕的时候 他部分情况状态 就跑到我们单位上去 他闹了 他抓我打没关系 那我还不跑到单位上面去闹 他打我没关系嘛 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呢 那个女同事他也连在一起打了 后来搞得我那单位 我也待不下去了 我只好辞职 我专职伺候他 我煮饭 我炒菜 我什么都跟他做 他倒好他什么都不吃 他说我家 你好意思说 你做的那个菜是人吃的吗 我们家不都在那里吃吗 我妈也吃 那是你们喜欢吃 你们家是什么人家呀 没一个好东西呢 你说我就得了 你别说我妈呀 你花我的钱 你们家都花我的钱呢 我就有点 有点 哎呀 不就有点钱吗 你要说两句话行吗 如果说这个男人有用的话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我当时确实没他去赚的钱多 我也有心思对他好 真的有心思对他好 他生日的时候 我去买个包给他 他倒好 还说包 就你那点钱买那个包 那个新包都会变成旧款了 我还拿这个包干嘛呢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过呀 他跟我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怎么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过呀 我就爱他 你还是爱我爱我 如果爱我的话 你可以为这个家不做出贡献吗 洗衣服做饭也算是贡献 这都是应该的 我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养家 那他最后不还是跟别的女人跑啊 拿着我赚的钱 哎 你是拿着他的钱 跟别的女人跑了吗 不是 当时 就玩一款网络游戏 玩着玩着就 那女的 那女的挺温柔的 她说话那语气不像她那样 哦 玩网络游戏你知道花钱嘛 你花了大概三四万块钱 然后那女的 她有时候跟我开口 所以说你这个思想 就没一个正经的 我知道错了嘛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当初我也是确实 被她那些表面现象给疑惑了 然后我跟她吵了架 那次打了以后 我就跑了 我确实我就 你跟谁跑了 我一个人跑了 哦 一个人跑 我就跑去见那女的去了 那你这个就不对了 然后呢 我是不对 我真的不对 我错了 然后见到那个女的之后呢 那女的反正开始还好 然后我带了两三万块钱 用光了 那女的就是一个网络骗子 跟你说现在我知道 反正把你钱骗了 骗了你的色没有 色这个不说了 明白了 你不断花了我的钱 你还打我 那是你把我吃的是打的 我真的是没点面子了 打你 你当时想过我的心情吗 他拿什么打你打的没脸面 他拿那个拖把 然后你呢 然后我就甩了他两个耳光 然后就离婚了 没有 他那个时候打了我两个耳光以后 他就人就这样消失了 那我那个时候走的时候 不是还有十万块钱吗 我就立马去那个 拿那个卡去银行查了一下 那个卡里面的钱就没了 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我去他那个同事家呀 还有那个玩得好的 那个朋友家呀 亲戚家都问了 他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去那女的那儿了 等于你带着这一切财产 跑到那个女的那儿 待了两三个月 刚才说的是吧 三不多四个月 然后你就回来了 对 来了以后我想和好 他不和好 那实际上面 等于说当你被骗了之后 你又翻回头来找人家了是吧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呢 有感情的孩子也七岁了 我是真心想和他和我 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你跟别人跑了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跟我好呢 我想一想 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家 都没带过孩子 孩子谁带啊 你好意思说吗 孩子平时周一到周五是爸妈带 没事干 你干嘛不带孩子呢 不是说我那个 别说他不带孩子 他那个家里他都不会收拾呢 我上次回来 那个家整个就是一狗屋 行 我拦紧一句啊 你当时为什么嫁给他 就是因为自己太重感情了呗 因为那个时候高中 没有进入过生活 真的确确确实是 也没有在意这么多 你嫁给他后悔吗 有点后悔 他太不上进了 我有上进啊 可能对我的那个依赖心 也比较大吧 我当初做的也挺好的 我工作 不好意思说工作 你工作的话 他会跟那个女孩子 搞得那样亲热吗 哎呦说这事 你别说这个了行吗 你老师说这子虚目有的是 你老师抓的这个事 揪着我不放 别狡辩了 你就这副德性 好好好好好 你既然不想跟他复婚 为什么今天来呢 姑娘 我来就是要他 别再来骚扰我了 是想摆脱他的纠缠是吧 是还是不是啊 一半一半嘛 啊 那我明白了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老师们了啊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先跟女方说一句吧 你以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个男人 你已经自己给自己种下了一个恶果 当他说他遇到外面的那个女人 你看他强调的是哪两个字 温柔 其实女人对男人最大的杀伤力 不是你的谩骂 你的拳脚 而是你的温柔 对这个男人 你就给他一温柔 尊重 可能会另一样的结果 男方 你想过没有 中国有句俗话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但是反过来 是你的老婆在赚钱养家 你呢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加倍努力 当起这个家的责任 你最可气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竟然狠心地拿走 十万块钱跟另一个女人 你还有孩子 你还有这个家 你那么狠心 所以如果你再想挽回这段婚姻的时候 你去学着理解它 然后男人 要撑起这个家 撑起一片天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研 是关于女强男弱的搭配 60%的男士 在面对比自己强的女人的时候 会有压力 而当对方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 31%的男人会非常的不爽 当他的妻子对他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的姿态的时候 这种男性的出轨率是百分之百 你们俩恰恰就是这种组合的典型 你这边在心里都是根本看不上 而他那边呢 愤愤不平想抵抗 你这边高高在上 以家里的功臣自居 而他呢 卑微压力 随时去外面去找那些 可以对他追捧的那些 他为什么要从家里拿钱 去找那个女人 上那个道 是因为那个女人给他的 而你给不了 是什么 尊重 在家庭当中 男士一定要从女方那得到尊严 而女士甭管你多强 你要从对方那得到安全感 现在你们俩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们要这样走在一起 因为你们还有孩子 你们其实互相是有爱的 那么就要把相处的模式去调整 男人 你要自强 这种自强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足够能力 去在事业上撑起一变天 那你就兢兢业业地在家里头 做好你的家庭主妇的角色 而女士 你对她是高高在上 就像一个主人 对下属一样的话 你觉得她会好受吗 你是逼着她往外跑 其实你的心事为这个家里人 而且你也实际付出了 但是 败就败在你这张嘴上 管好自己的嘴 知道自己男人应该要什么 也知道自己 嘴女人应该做什么 不是谁在事业上强 谁挣的钱多 就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 两个人角色不同 贡献是相同的 你要给她足够的尊严 才能赢得她对你的爱 否则你们俩一定不会走下去 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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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其实挺难受的 我在想 工作能力再强 嘴巴再厉害的女人 和柔柔弱弱 嘴巴很甜的女人 一模一样 因为她们都需要得到爱 对于你来讲 其实你从开始 就一直想得到你丈夫给你的爱 是你希望得到那种爱 所以你就用你最强硬的方式 想要去改造它 改变它 表现给我们所有人看到了 我们都觉得真的你好厉害 有些时候爱的方式是最重要的 如果爱的方式不对了 那就会让另外一个人 内心受到很大的创伤 有些时候你改变一下 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一点 的确我知道 被一个你所爱的男人 背叛的滋味 不是哪个女人都能够承受了的 你今天抬上来 你刚刚赵老师问你一句话 他说你到底是想复婚还是不复婚 你说一半一半吧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女人心里是有这个男人的 她想要这个家 但是因为被背叛过 所以她害怕再次的背叛 但是我想有些事情 如果能够慢慢地去淡化的话 可能你们这个家 还可以再撑起来 那同样说到这个男人 为什么你的老婆 会一直在说你 从你结婚开始一直说你 就是因为你嘴巴上 是在讨好她 嘴巴上是在承认错误 但你心里从来没有真正 承担起对家的一个责任 如果真的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 在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把家里所有钱拿走 跑掉 消失四个月 不闻不顾 家里有老人有孩子 所有人都不知道你的去向 所以我敢断定 就从这一件事至少证明 在这生活当中 在这妻娘家庭当中 你虽做了一些事情 但你的心并没有全在这个家里边 所以我想如果你真的想要 挽回你的老婆的话 更重要的是 在未来你的生活当中 你从心里开始真正做一个男人 让他感觉到你真正的爱 面恶心软的妻 和恨铁不成钢的夫 其实说句实在话 主仆关系都比你们要融洽 我们没有见到过哪个主人 对自己的仆人也会说 你不要脸 你没用之类的话 我一直在想主人和仆人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爱情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一仆二主》 应该是很好的诠释了这个问题 这个《一仆二主》当中的那个 颜年扮演的那个叫唐红 说了一句话 女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吃男人饭的女人 一种是给男人吃饭的女人 我属于第二种 但是她却从来都没有践踏过杨树的自尊 虽然杨树只是她的一个司机 唐红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她的老板 我给她饭的事 而给过这个司机有些许的不尊重 一点都没有 你知道你最欠缺的是什么吗 就是人格上的尊重 你不懂尊重 没有女人基本的温柔 曾经也温柔过 她不温柔都是因为她什么都做得不好 女人的温柔一定不是男人给你温柔的机会 女人的温柔是女人的天性 其实在一扑二组当中 杨树也是一个不争气的男人 她是一个司机 唐红为了提拔她 让她做总经理助理 她愣是不干 她说我根本就干不来 所以她虽然好像没有大出息 但那是她的选择 她很有自知之明 而且杨树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年来她一直把唐红放在心里 却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 因为她一直把这份情放在这搁着 没有说出来 她一直守着唐红这个名 你做得到吗 你就没有做到 我做得到 你做到了什么呀 你还好意思说你做到了 我以后会做到 你后面做到了吗 从现在开始 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 如果没有办法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 我就做好家庭主妇 你做好 吃着吃着人就越来越软 到最后连最后一点道德底线都没了 如果今天你没有最后那件事 我们无条件支持你 凭什么这样的男人不可以吗 杨树那样的男人就很导人关心吗 知道吗 人家就是在家里做好家庭主妇 守好自己家庭的责任 凄辛苦苦把一个女儿带大 然后守着自己的女老板 守了那么些年 还不敢说出我爱你 对于她来说 爱不能说出口 一旦说出口 那就是践行一辈子 所以说你们俩啊 好好去看看那个一扑二组 好吧 就这样吧 我倒劝你啊 别这样了 你就想一点 你天天跟你儿子说 你爹是个人渣 你爹是个无能的人 你爹是个什么 你儿子会成什么样啊 为孩子自己掂量掂量 应该怎么去对他 孩子也想爸爸 别说 要这个爸不如不要 你出去先挣钱吧 先把自己打理好 重新建立起你该有的尊严 再回到这个家 真的去照顾他们 来吧 把自己心里想说的 说给对方听 一起进入黄金六成 老婆 这次我真的错了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求你现在马上跟我复分 你就原谅我一次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证明给你看 我能担当起这个家的责任 做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 让你的生活更幸福 我真的强烈 原谅我 我现在想起以前你对我的那些誓言 这么多灵狼 我觉得 真的我感觉我很累 没有一个宽的肩膀 可以让我依靠 就这样吧 原谅我真的 我求求你们 别为自己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老婆 真的对不起老婆 来 时间到前了 换箱子吧 请关门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姐 请看好他们继续走下去吗 看好请选赞成 不看好请选反对 来 请选择 现场52.63%的观众朋友 是比较看好的 还有47.37%的观众朋友 不是那么看好 百分比其实还是挺接近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杰丽雅提醒您 精彩栏目 稍后继续 杰丽雅提醒您 精彩栏目 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请开门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知道他会命令我来 你给我一下 又是什么甜言蜜语啊 虽然你是一个强势的人 但我现在已经知道 你都是为了这个家着想 以前因为你的强势 我还偷偷攒过一些钱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我知道自己错了 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和你重新在一起 你攒的那些钱呢 我准备给他的 我准备给他的 你攒了多少钱啊 7万块钱 可以哦 还挺会管账的嘛 哇 哇 哇 上面就写了三个字 哇哇哇哇是吧 你特着急吧 就不告诉你 意思是说 他身边有很多 比他高 比他帅 比他那个 他诱惑很多 特别在上海的时候 女生巨斧是永不沾 又回到了男生的身边 所以男生这样做 他很伤心 是这意思吧 嗯 你看这玩意什么感受啊 他 心里 我是最重要的男生 决定了啊 富是吧 我决定是吧 那你出来干嘛呀 那老师说的这么有理 我就希望你能够改变 我们说的不是让他改变 我们说的是让你们俩分开呀 人都选择自己爱听的听 来 有请小花童 有请 我借此给叔叔 这边请 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我们希望男嘉宾把这个礼盒送给女嘉宾的时候 在心里默念说爱要有你才完美 智生活想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吧 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见证 来 老婆 原谅我啊 我们重新开始 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们共同的自己会 我爱你 好好地看一个表现 为了儿子 好好地看一个表现 谢谢 看着他们远去背影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幸福其实是没有模板的 你们去寻找合适自己的 又不伤害别人的 我想那个时候真的幸福很容易找 接下来这个你们帮我们好